今天早饭,排骨萝卜面条,加了点酱油和香油 大家好,我是新刘,今天5月9号 东西收拾了,昨天的露营地 公民县民区流动人员住所 现在出发去鲁朗了 今天前往鲁朗,有1500的爬升 希望能到吧 通麦特大桥到了 非常壮观啊 下面是伊贡藏布,那一条是帕隆藏布 然后共同汇入雅鲁藏布江 通麦这一段318国道,不是桥,就是隧道 比例很高啊 那个地方好像一个蜜镜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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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漆友,哈哈,就有地,长雨房雨棚 没事没事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雨棚 我真的好想你 真的疲惫不堪 这318 车太多了 骑行的体验很差 而且下着雨,吹坡 自己选择的路啊 慢慢骑慢慢推 希望早点休息吧 真的有点吃不消 在那堆木堆下捡了一根干木头 晚上回去和柴火旅做火锅吃 春油配气房,特别好 这个隔间不错 我就住这个隔间了 特别棒 还有现成的柴火 好 准备了一点柴火 晚上煮个火锅 这边就是我的露营地了 一个单间 特别好 拿着河边洗个脚 今天简单吃一个火锅 一大盆有一斤多 还有两盆包菜 哇,马上可以吃了 看上去已经很胖了 那一尝一尝好可以完全 是很胖 这是撒尿牛丸吧 哇 哇 好麻呀 这火锅是属于又麻又辣那种 先吃点菜吧 晚点吃主食 多吃菜 再少吃 这个包菜是真的辣 当泡馍一样吃 泡馍 哇 好吃的感觉 今天吃完火锅 然后足够了一下 要点休息了 为了这个羽绒睡带 为了划拉开了一个洞 我们针线补一下 今天吃一份火锅鸡蛋包菜面 一碗包菜 两个鸡蛋 还有四两面 鸡蛋 炒饭 还有半斤面 还有完整皮蛋 您这里修整调整一下 我们先来出发 到牙口 这里拿出来 有肉有蛋有菜 有化水三合物 把我的八个鸡蛋都煮了 又可以当晚餐又可以当露餐 然后 这边准备了 洋葱 红辣椒和大蒜 准备炒一下做一个 辛辣炒菜 这三个都属于辛辣物 先尝一个 补充一下 完全熟了 煸炒出香味 哇好香啊 放入洋葱和干辣椒 把油裹匀 挑个味 来点盐 来点酱油 来点糖 来点刷烤粉 提供味 混合一杯 嗯 熟了 好吃 辣椒又来一遍 好了 没问题了 这是今天晚餐了 洋葱大蒜炒辣椒 今天上午还有一点点的馍 多吃菜少吃馍 哇 好吃 完全不需要热焰的好吃 哇 平辣椒真的是蛮苦的 蛮苦的我的口味 辣椒 洋葱 大蒜 都是辛辣的一个素材 但是在油的调整一下 这三种东西留在一起 有一种柔和的感觉 口感 好吃啊 好吃啊